小梅 小梅来了 萧叔叔的血压很正常 身体恢复得也很好 你辛苦了 这什么话 这不是应该的吗 来 坐 来 喝点水 春生 你最近看报纸了吗 粉碎四人帮之后 社会各界发生了可喜变化 各行各夜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 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时代变了 你应该振作起来 多关心关心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我跟您说 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 没事儿 你就多笑笑 笑挺叹腕子 这儿是糖果区 一会儿你 你就 你就在这儿 熟悉熟悉业务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 早上五点就过来送蔬菜 然后你看这儿 好 日用品区 老师 刘师 刘师 刘师傅 没事儿吧 我的腰啊 可真是废了 来 老刘 你这怎么了 放哪儿啊 放到那边架上 行 来 这小伙谁啊 略生 略生 新来的 我徒弟 是吗 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 眼里有活力其大 人麻利 长得还精神 怎么着 就给您唐辉书 就至于这么夸人家 我看人准备处 远方 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什么合适 你的事啊 连他伤了好几个都不合适 我们家内口都天天着急上火 跟你说 什么呢 这不远在天边镜在眼前吗 您别瞎说了 行吗 怎么 说什么呢 是不是不能跟徒弟 以后再规定 不明明了 我的腰啊 来 这 饭粘啊 好 好 好 看哪儿啊 来给我穿上去 好 看哪儿啊 来给我穿上去 好 好 看哪儿啊 来给我穿上去 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 对不起啊 师傅 我约我女朋友了 你 你有女朋友了 行 那我先走了 好 你把门关上啊 行 放心吧 师傅 这儿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吩咐 手里跪台去吧 瓶盖 怎么来了 黑子哥让我约你 晚上跟他见面 在哪儿啊 他家 行 我知道了 点了 去吧 这事 谁啊 就我一朋友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 不过我跟你说啊 别跟那个社会小流氓 在一起接触 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 添什么乱子 师傅 您放心吧 吃啊 李哥 来 李哥 喝点 来 咱 哎呦 吃着呢 呦 春春来了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以前都是误会 小花 你脸怎么了 啊 我 笨手笨脚自己摔的 你 你出去忙过去 忙过去 行 你们聊 坐坐坐坐 喝点吗 不是 黑子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是这样 春春 这回啊 找你来 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什么买卖 什么买卖 你看啊 之前跟着我天哥 一块儿做走私的生意 现在他也逮着你了 也盼了 买卖倒是断了 但是我这点生活呀 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 我们想弄点那个 搗通东西的买卖 哎 我听说你现在在供销社上玩 你这样 春春 供销社里头 那些特别畅销的产品 你资料是有能耐给它弄出来 我们在外头 加一高价就给卖了 事成之后 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黑子 你想什么呢 这供销社的商品 都是凭票供应的 而且都是捅购捅销 可是就是小员工 我没那本事 把那些东西分给你的 你这不是咋我饭碗了什么 不是 你那 别急 这不跟你商量吗 春春事 大叔 这事啊 没得商量 来 春长 来 春长 往前 来 天儿多冷啊 来 哥给你捂捂 干什么你 哥心疼你呗 告诉你 你再来警告黑子去 你去告啊 你一样赶不告 我就跟黑子说 是你先勾引我的 你别忘了 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浪蹄子 你看 他听你的还听我的 还听得挺像的 我那有一篇的血花糕吧 你还听得挺像的 我那有一篇的血花糕 我那有一篇的血花糕 你还听得挺像的 车上 小慧 你找我 行 你去外面等我吧 行 师傅 我出去一会儿 快去快回 来 很快回来啊 小慧 我上回问你 你没回答我 你这伤 是不是黑的弄的 没事 你们怎么了 他为什么打你啊 我那天就跟队里训练 我们教练指导动作 你也知道 这教练指导动作 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 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 带上堵我们教练去 我总要过去劝吧 可能人一多就给碰着了 没事的 他以前也这样吗 以前还好吧 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 好像特别爱吃醋 他那时上了只眼睛 觉得配不上你 其实 其实我知道 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的 我承认我爱慕虚荣 我就喜欢别人 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可是春生你信吗 我绝对没有做过 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 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 我都不会嫌弃他 我信 谢谢 你说这傻子吧 防着这 防着那个 防备半天 都不知道最大那四郎 跟他身边呢 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春生 我就为这事来的 兄弟党媒玩那李尚游 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之前那事 他一直记恨你 你知道吧 所以啊 关键现在还有黑子 这黑子 一直对陈红军伤他这事 耿耿于怀 他过不去啊 而且陈红军 也是你罩着吧 所以我就怕呀 我就怕万一 那哪天这李尚游 万一要窜的黑子 再对你跟陈红军 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 那到时候 不光害了你们俩 那 那黑子 麻烦也大了 所以春生 你必须多留个心眼 你一定得防着 李尚游这个人 谢谢你啊 小花 知道了 那行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得先回去了 黑子也不让我出来 小花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 但感情再重要 也没你自个儿重要 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 我可以帮你 不用 不用 春生 那个 我 我自己心里有数 谢谢啊 走了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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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找我们的 谢谢啊 黑子 咱俩个事 跟其他人没关系 你有什么话 咱出去说 行吧 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儿说 行 你说 小慧 前两天找你了吧 肖春生 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先是贺洪林 现在又是小会儿 怎么意思啊 兄弟的女人你就都得沾一下 你有这爱好是吗 黑子 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是 小会儿前两天是来找我 但他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对 他担心你 他想让我劝劝你 这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 更何况是与虎无疲 这某些人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跟你套近乎 那都是迫于行事 要是有一天他得射了 他会把在你这儿受的每一分气 全都还你 孩子 你听我一句 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 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 不能等兄弟 小春生 你是在说我的吧 小春生 你是在说我的吧 我发现你啊 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 我这样的做不了兄弟 你这样的想 我听说贺红林 现在跟你在一块堆了 她原来不是齐天的女朋友吗 你呢 后来我听说 跟你那好兄弟叶国华 我亲不出的 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 亲得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李尚游 我告诉你 我 天哥 贺红林 叶国华 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 我跟你说不着 但是 贺红林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哥的事 你这事我知道 是天哥 把贺红林托付给你 让你照顾他 不只是红林 还有我们这帮兄弟 也全都托付给你了 我就特别不明白啊 你们这些当大哥的 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 我跟天哥这么多年啊 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 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 他说年狗我就不抓鸡啊 我蛇之眼 我大哥让我认 行 我认了 养狗也就这样了吧 他走了 你不要我们了 行 你别拿我们送人啊 把我们托付给你 听你的啊 凭什么呀 黑子 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 所以天哥才会不放心你 才把你们托付给我 你知不知道啊 黑哥 警察来了 来来吧 怎么了 走了 这怎么回事 没事 姜总之 他 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 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 谁捣乱我就抓谁去 您说得特别对 警察总之 您放心 我们绝对不捣乱 我们现在走不都得了吗 我们走 走走走走走走 没事啊 没事啊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快来 走 叶芳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的包啊 我出口证在里边 洪娟 唉 汪子 你今儿不是考试吗 什么回事儿 洪娟 她的准考战盒包 被人抢了 不 我去找洪娟 这两车给你 考场线 你放心 我不会让回队耽误的 好 晨晨哥 你小心点 站住 好 黑子 李上游 好 张红娟 我这只眼 咱这点账 今儿该算过了吧 黑子 黑子 你要是这么干 纯晨哥知道了他饶不了你 萧春生 他饶不了我 我告诉你 弄完你我就弄他 黑眼 黑狗 算我求你了 写本重考证还我 等我考完了试以后 咱们就要是顺晨哥 把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 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我帮你满意 撑吗 黑眼 爷 要不这样 你先去说个条件 咱们这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 做个见证 我陈红军 绝不是人 为了这次考试 我准备了小两年了 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城吗 黑眼 两年了 两年了 再准备两年吧 别 别 住手 薯舌哥 娘 你 薯舌哥 小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我告诉你啊 别管闲事 还没轮到你呢 黑子 今儿这事怎么着 好一道 我画道 我这只眼 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 要不然 他陈红军陪我一只眼睛 要不然 按我天哥说的 给你一会儿插 咱这事算了了 老师好 来 老师好 鼓励啊 加油 好 谢谢 看见了吗 这是你大哥 他管你吗 哎 哥 不行了 不行了 加油 好 看见了吗 哥 哥 哥 黑子 一准这小会儿抱的心 是 黑子 啊 车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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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车长哥 这样车长哥 车长哥 小车 车长哥 你算个爷们儿 这事到这儿结了 快去 开不醒了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放肥话 放肥话 放肥等着你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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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最后一段点啊 别等了 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 快点吧 干吗 没事 快 洪峻 怎么才来啊 别磨蹭了 快进去 来 等我这儿 这儿可 这儿 这儿可 这儿 好 快 快 快 来 马哥 马道成功 快去 快 快走 你醒了 小 晓梅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 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 这回 你还真给我治好命了啊 幸好伤得不深 学植住了 多悬呀 可别再有下次了 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 我现在 就希望他们俩 能考完好大学 我这一管茶 也算没白癌 对了 叶芳和洪峻 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 见你没醒 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 饿了吧 来 吃点东西 对您说 还真有点饿 谢谢小梅 快点 看小梅 我说 闷着 我只想到你的 你别打散开 我不是说到两个人 来 让你说回去吧 那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是我干的 但不代表我心疼你 你胆可真大 也没那么大 鼓了半天勇气 压根都要碎了 心碰碰直跳 我去你摸摸 行啊 恨我 是吗 你说呢 恨你就对了 恨我 就说明你想着我呢 我告诉你 黑子他心识 他是真把你当兄弟 真难为你了 到现在你还这么想着啊 就他那走 傻不拉几子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 你看 你对他的忠诚换来了什么呢 是 他们 都很善良 但也很蠢 蠢都喜欢听谎话 你我都是聪明人 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呀 他们还会觉得很幸福 这不好嘛 你真应该吸取教训 有关于是 不说这些了 我跟你说点正儿八经的 伙儿 李尚尤 你太自信了 你早晚死这伤了 没关系 我撕你手里 我心甘情愿 好啊 那我祝你得偿所愿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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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你不咱方叫叫叫叫叫叫叫 独眼儿童 卖行的想吃颠额肉 老子好不认养这么一个好闺女 不能赔一个你 给我打 走 你说你这俩跟人看着他点 你不都能这样吧 让你不信我 飞子 飞子 想跟我结婚吗 想 听不见大的声 想 想啊 想就忍着 我告诉你啊 这都是自家亲戚 你老丈人 你大舅哥 打你几下 不丢人 对 不丢人 爸 您听我说 您今天必须加把劲 干脆把他撇打死 然后呢 你看看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 该坐牢就坐牢 我呢 也就省心了没人管了 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 男人嘛 男人有的是 老头子 你幼稳点 幼稳点啊 别打 别打 你们别停啊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 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 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去了 你看 现在可就剩一只眼 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 脑震荡什么的 你们要不嫌寒碜 我是无所谓 我说会儿 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 这小子有什么好啊 没什么好 我喜欢 这 不是 你能喜欢他几天 不是不着急你 可是咱哥几个在这儿 都是瞎起见 对 这赶明他一会儿喜欢别人了 没错 既然你提这茬了 也成 好 今儿咱们一家都在 我看 切放邻居们也来了不少 我啊 就当着大家伙 也当着黑子的面 起个誓 我赵小晖对天发誓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除非他不要我 我这辈子就是他了 我赵晖 说话算话 你说这靠不住 把你管不管 你管不管 让我解释 黑子 你想跟我结婚吗 想 做梦都想 成 那过于这儿 咱俩扯证去 成 吴大爷 吴大爷 别看热闹了你 那个还得借您摆着车用一下 给这倒门玩意儿送医院去 得到货 马上去 别在那儿气会 谁呀 我送去 你咋的你不送谁送啊 春生哥 你说这赵小晖 可真够邪性的 黑子瞎了一只眼神独眼龙了 他不但没嫌弃 还要跟他结婚 哥你你行吗 你说他看上黑子哪儿了呀 不知道 风生哥 赵小晖 被骚 你看他走路那样 就不如一踏实姑娘 行了打住 别背后嚼着舌头跟子 这边 黑子眼睛这事啊 跟咱有关系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小会对黑子好 我替他高兴 咱们跟黑子这事 也算彻底了了 姐 姐 怎么了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可以参军了 真的 姐 猜在哪儿 别卖管子 说 我要去的 就是国华他们的部队 这太好了 你们这几个又在一块儿了啊 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 你把小梅也叫到家里来 咱们好好吃一顿 多嘞 小小子 你多吃一点去了部队里 就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 爸 吃这个 这个最好吃 不给他们 我给你 谢谢叔叔 小梅 今儿情况特殊 让我爸喝一杯 好 一滴也不行 这事儿挺小梅的 给你们也倒上 姐 姐了 你 我 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当兵好啊 我问你 为什么当兵 报告首长 为人民服务 好样子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保证不让您说 小同志 好好干 但你给我记住了 既然穿上这身军装 就不能给我拖下来 爸 你的责任很大 因为你的身后 是祖国 我儿子 本来也应该当兵的 都怪我 连累了他 爸 叔叔 您先坐 爸 不怪您 如果不是您的话 我不会想当兵 叔 您放心 您儿子 比他还强呢 真的啊 儿媳妇这么说 我当然相信了 叔 你儿子 那个人不是我 您认错人了 车怎么会认错 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 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 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那当然了 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 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 我能陪儿子多久啊 好 好啊 你和春生好 燕秋再寻个好人家 我下去 也好和他妈交代了 爸 爸 这大喜的日子说这个干什么呀 什么大喜的日子 谁过生日 叔 您好好吃饭 长命百岁 今儿啊 有您最爱吃的 红烧肉 你还要吃饭 好吃吗 春生 正为你感到高兴 小梅 你掐我一下 来 你掐我一下 用劲 四 四 是真的 小梅我太开心了 我到现在还觉得 做梦一样的 那就一直做下去吧 小梅 这段时间 多亏你照顾我爸 他现在的案子也频繁了 后续治疗 组织上也会关怀 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 用到学习上去 这不是拖累 萧叔叔很好 我也很喜欢燕秋姐 我 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吧 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 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 好好准备高考 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 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看上回 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旧事 我觉得吧 你跟他们是一类人 不是 不是 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 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 别别别别别 你瞧我这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 真正的朋友 你该跟他们站在一起 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春生 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 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 我也现在开始 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 你放心吧 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 我们还是朋友吧 当然 春生 前段时间 我病了 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 不过 你别担心 现在都解决了 期待与你 在军营见面 等你 在军营迹 那个 对我 我不要做这个打扮了 不是 如果要去 前天看了 你怎么也有 前天看了 我就 是吧 哪儿的话呀 你齐天 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有你这话 直了 天儿哥 本来我这事 想要拜托给东哥的 既然你出来了 我就托付给你了 什么事 我姐 她这个人脾气虚心眼识 还有我爸 她也需要照顾 我 我怕她一个人 应付不过来 放心 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 谁要是敢从你解身上 拔身寒毛 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行 那我就谢谢天儿哥 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行了吧 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 怎么样 既然来了 给他们练两下子 东哥 我就别了 我就过来跟你们打人招呼 我 我那火车快开了 港火车来不及了 好吧 小子 好样呢 干人好时候的 一定要好好珍惜 您放心 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你要遵守纪律 别跟别人打架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姐 我照顾好自己 听见了没有 爸的时候你放心 有我在 你就照顾好自己 听见了没有 行了 姐 放心吧 我知道了 差不多行了 火车都要开了 方子 你这个人真是 真是冷酷无情 我真是冷静 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红军吗 为什么呀 因为有你 我都想死了 魏子 我走了以后 别为那红军了 你是我兄弟 他也是我兄弟 我呀 对那烽火 我还没幸福呢 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 人家呢叫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 以后呢 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 没够大爷 真出事都好 放心吧 纯晓 行 黄娟 哥 多写信 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 多跟方子商量 哥 我记住了 你们俩 千万别松建啊 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了 等军营建 来 来 来 好 家里人我呢啊 没事 没事啊 紧合上车 紧合上车了啊 快点啊 快点上车上车 哥 我一定给你信息 行了 保重 走了 保重 保重啊 这事 乖乖的照顾好自己啊 行行行 走 走 我走了去 走走走 走 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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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